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在上个礼拜为大家已经报道过了 由于没有其他的货币可以替代 尤其是欧洲当地欧元区所形成的政治动荡跟经济的衰退 都使得当地的欧元不会成为大家认为应该持有的货币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货币只剩下黄金 而黄金已经涨到了一盎司根本就已经两千多美元以上 在这个状况里头它已经远远离开金融风暴之前 当时黄金一盎司只有600多块钱美元 所以黄金涨到这个地步 某一个程度已经对美元做成了一定程度的替代 而且可能是最高的替代效应了 所以要不要回到金本位这对权势来讲是不太可能 因此美元一直形成一个独抢的状况 可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在本周变成一个大议题呢 因为俄罗斯他在上一次G7会议的时候 加速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乌战争的时刻 他们第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寄出 核子武器型的金融制裁 叫做Swift 而这次寄出的是禁止使用美元 这使俄罗斯非常的愤怒 于是俄罗斯就制造了一个假网站的假消息 这个假网站小消息是用英文发布的 那事实上看这个网站的人也非常的少 然后这个假消息呢 就被香港的新浪网就把它引用了 引用了之后不知道是因为香港新浪网引用 因为时间点是6月15号 台湾的媒体呢就在那一天里头 东超西超各家媒体还综合外电报道 于是就写了一个假消息 这个假消息是什么呢 因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总共经过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1944年 在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前一年 美国希望成为世界的霸主 也希望能够重建国籍的货币秩序 而在二次战争的时候 当时因为纳粹入侵的关系 各国为了防止他们的黄金 被德国拿走 因此把他们相当多各国的黄金 通通都运到美国的联准会的地下室 我曾经在那里拍了张照片 地址叫Liberty Street 33号 那后来1965年是法国总统 大概第一个看出美元的危机 为什么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签的布列登森林协议 是以一盎司35美元作为承诺 说我还是金本位 可是战后为了重建货币秩序 你们就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就好了 就不用回到金本位了 但是我还是用金本位 我有一定的黄金储备 而我印的美钞是以一盎司35美元 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一盎司35美元 现在已经变成2000块300美元了 所以美国完全撕毁了当时1944年 对全世界的承诺 什么时候撕毁呢 是1971年 大概最早看出了美国 一定会撕毁 1965年他就宣布 法国希望可以回到金本位 1968年他被学潮搞下台 很多人还认为他搞下台的原因 跟CIA策动他不要使用美元有关系 这当然是阴谋论 到了1971年的时候 果然就被战后乐完全遇见了 可是战后乐当时已经往生了 1971年 尼克森片面撕毁 他没有跟原来的44个国家在开会 他直接说不好意思 我1944年对你的承诺 不算数了 美国不再遵守布列登森林协议里头 当时一盎司35美元的这个基本承诺 我偏偏撕毁了 没有这件事 但是美元为什么可以再度 又还是世界货币呢 1973年我们都立即了一个叫石油危机 当时是因为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 然后于是阿拉伯这些国家呢 就开始对好几个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石油开始涨价 我们称为叫做石油危机 美国看到了机会聪明的基辛机在那个时候 分别跟沙特阿拉伯也跟伊朗 当时还是巴勒尔王朝都是美国所控制的 这两大政府呢 积极的协商 然后最后就让整个石油危机结束 同意他们涨价从一桶两块钱或三块钱涨到13块钱 在那个情况里头 有的涨到12块涨到13块 就看它的石油的品质 然后条件是你油源要用美元来计价 从此美国有我下来了 那因为有这个背景 俄罗斯所制造的假消息就是沙特阿拉伯 当时签的协议是50年 现在到齐了根本没有这件事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的新闻 第一个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 对美国来说 它会是之前大幅所有的主流新闻通通都报道 但是呢美国媒体没有人报道 主要的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报道 不管是财经的 不管是纽约时报 Wordstreet Journal就是华人街日报 通通都没有人报道 但是台湾几乎各大媒体通通都报道了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注意啊 国际新闻里头现在假消息很多 而俄罗斯这个假新闻呢 它根本没有想到 它本来是要来扰乱美国的 结果没有想到扰乱的是台湾呢 那台湾呢就有一段时间里头 非常多的节目跟很多的新闻 通通都报道这个重要的内容 但事实上这是并不存在的 美元仍然是独抢 那俄罗斯的做法是什么 它除了这个假消息之外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真的希望 你要对我禁止使用美元 我就希望去美元化 现在金砖呢不止五国 很多东南亚国家 他们不想加入美中冲突另外一方 所以都积极的想要加入 金砖五国里头的会议 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 他希望这些国家合起来 更多的是本币结算 去美元化 所以俄罗斯今年刚好轮到 是由他担任金砖国家会议的 轮值主席 已经正式把去美元化 各个金砖国家彼此之间 都是本币结算 来作为主要的列入议程 但是这跟我前面所讲的说 沙拉伯要结束跟美元之间的关系 不再有美元计价 可以用本币来计价 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不同于风火连天的俄乌战场 俄罗斯制造的假新闻与政治宣传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则在六月中广泛流传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讯息 由于石油美元体制是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更是美元霸权的重要记事 但石油美元体制瓦解的重磅新闻 却仅仅是四场而语 完全不见于西方主流媒体 只有好事的印度传媒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 在中国百度的搜寻只找到45条相关资讯 且许多是对石油美元协议终结抱持怀疑并进行了查证 台湾也有媒体专载 更有名追网红跟进畅衰美元 力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代来临 但事实又是如何呢 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媒体 大多引用总部在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这则报道 这是对一则来自金砖国家新闻网 6月1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沙奥地阿拉伯与美国长达50年的 石油美元协议到期不签约的消息查证 这篇报道说 并没有证据表明有这支协议 不同于金砖国家新闻网没头没回的推文 同一天 俄罗斯的观点报做了更完整的报道 指沙奥地阿拉伯和美国在1974年签署的石油美元协议 已经到期 且不再续约 而在观点报这篇报道的前一天 美国财政部宣布一项扩大对俄罗斯实体 禁止进入国际金融交易的新制裁 这导致莫斯科证交所在内的许多机构 叫停了美元与欧元的结算交易 如此看来 俄罗斯绝对有发布假新闻来畅栓美元的动机 因为若能撼动美元石油体制 对美元霸权绝对是刨根挖底的效果 而这还得从布列敦森林体制说起 中央军中央军刑 合成了美国财政策的内部 产生遇到绝望 新极兽 作为新极兽 作为新构金融交易 美国财政策创始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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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限软财政策 美国财政策创始终时 被制作为 第二次军务 在新架兽 反正在用金融交易 来分别的交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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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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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后 就遭西方国家一连串的制裁 俄罗斯也意识到美元的不可靠 因此陆续抛售美债为主的外汇储备 自换成黄金等非美元制裁 更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货币互还 以本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 这让俄罗斯在俄乌开战后 遭受的新一轮制裁中 虽谈不上全身而退 但至少没有被击垮 此后 普丁加大去美元的国际游说 包括本周在越南的访问 去年二月双边贸易 已有40%使用俄罗斯卢布 和越南盾进行结算 普丁表示将扩大本币结算的规模 这规避美方的追查 与张币管辖的制裁 美国财长叶伦对华府 热此不彼的经济制裁提出警告 莫斯科也知道 对美元霸权不满的人大有人在 只是即便是人民币 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撼动美元底位 2009年人民币开展贸易结算试点 也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五大 支付货币与储备货币 但以2000年的数据来比较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58% 支付占比为41% 人民币却只有2.7%与3%的份额 从全球金融体系来看 许多人对人民币终结美元霸权 显然是过度的乐观 但几乎以美元捐远的俄罗斯 对满手的人民币有更高的期待 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 人民币在莫斯科的外汇交易 占比已达53% 而作为今年10月金砖国家峰会的主席国 俄罗斯已将推动去美元化 列为最重要的议策 作家新闻畅衰美元 似乎也理所当然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一个重要的立法 而这个立法将来参与院通过 总统签署之后 就会成为正式立法 就是禁售大疆的无人机 如果从美国一连串 从华为开始 一直到现在到TikTok 到现在的半导体 到现在的大疆 无人机这可能不会令人意外 因为他的说法就是无人机 可以搜集非常多的讯息 但是美国的警察 大量的使用大疆的无人机 为什么 因为美国当地 自己所制造的无人机品质并不好 所以他们也大量的 警方也大量使用大疆的无人机 在美国呢 一个市占率是说 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了70% 在美国当地 如果是警方的话 是占了80% 那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反制无人机呢 大疆在美国 未来呢 不太可能参与会把他推翻 基本上他虽然说 这个他有国安风险 当然没有具体的市政 不过说来说去呢 都还是属于 对于反中里头 数据的疑虑 各方面的可能性 说他可能都会变成一个间谍 那对大疆而言呢 似乎他也准备有 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做法 美国众议院同时也成立了 跨栏和工作小组 除了大疆之外 下一个阶段呢 是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 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 跟半导体 风力涡轮机等有关的 离矿等等 美中科技战从晶片 T-talk电动车起重机 现在又延烧到无人机 6月14号周五 美国众议院以 217比199的微弱优势 通过了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 瞄准的真是大疆创新 DJI ism 新队 桌子 无人生 空 未来 未来 之重 百事 被 等 马 瘴 ás I found her and she was about a mile away from the house. Drones with thermal imaging technology searched through miles of trees in rural counties far faster than any deputy could. We use DJI drones. You use DJI? Yes. DJI, the most common Chinese-made drone on the market. They're the leader in the industry right now. The FBI and the 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warned that laws enacted in recent year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ive it the ability to look at any data collected by Chinese firms. Drones used widely across the U.S. could become tools for spying, the agencies say. You could think of a 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major city using a drone where the feed might be accessi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没有彩蛋都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来自中国的大疆创新凭借着性价比跟技术实力占据了全球无人机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用几个数字说明它在美国的重要性。 大疆无人机在美国执法机构的市占率为90%。 在紧急救援领域更高达92%。 在美国,商用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58%。 如果我成为一个警察或是一个失败的人, 这就是这个技术的技术, 那是法律师说他们会失败或是不能够的选择到美国的机构。 你看来是从一个 DJI 机构的机构到1500米的距离。 那是什么最大的阻碍呢? 货币。 全的阻碍是货币。 我们讨厌了每个警察在 North Carolina。 只有一名公司在三名公司上的三名公司上的三名公司上用了一名公司。 三名公司上问了一名公司。 三名公司上问了一名公司上问了一名公司。 但几个,像了一名公司上说, 这已经不是美方第一次锁定中国制无人机。 2017年,美国五角大厦就以资料安全隐患为由, 禁止美军使用大厦的无人机产品。 对其开始长达一年制裁。 但由于无法找到替代产品, 不到一年,美军又继续为部队购置中国的大厦无人机。 2020年9月, 美国商务部又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将包括大厦创新在内的77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2023年4月,众议院提出了无人机法案。 同一时间,佛州宣布禁用进口无人机。 而该州执法机构有9成使用的都是大厦的无人机。 Elyse Stepanick, Republican Congresswoman of New York, introduced to effectively ban DJI dron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点,乌克兰军人也深有体会。 《华尔街日报》曾引述乌克兰官员的话说, 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很脆弱, 无法克服俄罗斯的干扰和GPS断电技术, 有时甚至无法起飞完成任务回家。 而乌军每个月烧毁约1万架无人机, 倘若他们必须购买昂贵的美国制无人机根本无法负担。 许多美国商用无人机的价格比中国制的每一架贵上数万美元。 之前,同时,Russia andUkraine realized that DJI's range of civilian drones could be adapt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is is recent footage of a DJI AGRAZ drone, which was design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维绕着大疆产品用于战争的争议, 并不是这家中国科技公司 面临的唯一问题。 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一直将大疆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 却未能提供明确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 反之中国无人机法案是美国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 目前虽在众议院通过,但仍需等待参议院通过, 再将两者合并,由美国总统批准签署才能成为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并不会禁止在美国使用已售出的大疆无人机, 而是会禁止大疆的产品,未来在美国贩售。 如果这策则通过了审议院, 这批准备有可能会有选择期间, 这个 DJI drone van的帮助要仍然推出了三年轻生, Something需要完全将它完全无人机会才能立刻刻。 这将会让 DJI更多时间发展了什么他们想做, 我的公司会让他们成为创业的关系, 或者做到类传统一部外申物部的代表。 对剧组 不满在2008年金融海下以后 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包括北欧的福利国家都出现 然后对这个制度不满 到底不满什么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民粹主义出现 所以我下了一个标题 我们走入了革命的年代 但却不知道要革谁的命 左派说要革右派的命 右派说要革左派的命 然后有些国家变成我要革移民的命 有些国家就是说贫富差距等等 各种议题通通都满天飞 基本上有一首歌 这首歌很有名叫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我们全世界现在并不知道 我们该往哪里去 但是几乎大家都对现有的体制不满 然后把它们称之为叫做建制派 可是再上来也令人不敢恭维 因为根本也没有真正的主张 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要走入了革命的年代 却不知道要革谁的命 而Zakaria这位CNN著名的主持人 也是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 出了一本书籍叫革命年代 它使用了17世纪的荷兰 当时的荷兰就做了一个例子 就是它的整个大变革 是从政治经济到社会 到整个所有人口 各方面都出现了大变革 对它来看 从2008年之后 其实到了2014 美国经济的总体是开始复兴起来了 当然他们有看到的是贫穷线下的人口 却同时在增加 另外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他作为一个印度后裔的美国人 对于种族是比较敏感的 他说现在美国有15%的人口 是在国外出生的 可是在1975年的时候 只有4% 也就是增加了接近四倍 这使很多原来的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白人高度的不安 事实上根据人口统计 美国的白人现在人口占全美国人口60% 对他们而言 60%虽然我们觉得是多于50% 他们的感觉是说 我已经快要变成低于50% 我快要变成不掌控这个国家 那他特别提到了 因此一些白人的激进的基督教徒 就把自己不是热衷于宗教 而是热衷于政治的参与 表现在反堕胎 反同治婚姻 还有反变性者的权力上头 那么几乎其他的国家也不同 每个国家答案都不一样 印度就变成把宗教武器化 宗教政治化的情况 通通都有 土耳其各个国家各自不同 反正最后的答案就是 拥抱爱国 而爱什么国家 这国家还是属于我的 不是你的 那反正拥抱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 这个爱国是属于印度教的 不是属于穆斯林教的 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占了 接近20%的人口 用这种多数人所属的宗教 多数人所属的种族 多数人所属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 永远是最安全的答案 但是这个安全的答案 根本改变不了 人们所以觉得需要革命的理由 人们所以需要革命 是因为觉得分配太不公平了 人们所以觉得革命的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既有的体制 不能够确切的 而且快速的反应解决很多民众的问题 在西方如此 在东方也如此 而他们说最没有右翼的 是日本 因为他们有移民 这句话也错 因为日本一直都是右翼国家 所以他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反右翼的运动 因为他一直都是右翼在掌权 那扎卡利亚他提了日本的例子 但是我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是保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扎卡利亚 他所写的革命年代里头 对于全世界你看到怎么这么乱 欧洲一位为什么会选出这个结果 为什么会有川普 为什么你再回来看亚洲好几个国家 印度为什么会变成如此 或者包括我们台湾 他都可以在这里头得到答案 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家扎卡利亚 在他的新书《革命年代》中指出 过去30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变动最剧烈的一段时期 无论在经济、社会或文化层面上 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扎卡利亚所谓的革命 指的是使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并带来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效应 影响甚至扩及全球 他回溯十七世纪的荷兰 也就是他认为奠定 现代经济与政治的滥伤 追习弗金 试图理出头绪 数据显示 过去三、四十年来 所有人生活水平收入都提高了 但经济状况远比过去好转 不代表大家在文化上也感到自在 很多时候 过大的改变将引发反弹 这时就是民粹主义者 四季崛起的大好时机 扎卡利亚指出 这当中有两大风险 一是右翼对革命的反动 二是过度热切的左翼 他以美国的移民问题为例 一是一种最大的力量 比较多的国家 周围的国家 是那一种 在中国的国家 我们不是在 demograph的 doom 我说 demographically 美国的国家 一万一万一万 的移民选民选民选 每年 更多的整个 OECD 但 我们有很多 的改变 这国家 1975 4% 的美国 是外国 今天 15% 的美国 是外国 Zakaria观察 美国想同化移民根本不是问题 尤其是移民的后代 美国化的速度惊人 问题在于 移民崇拜不同的神奇 操不同的语言 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自在 担心自己的世界变了样 瑞典的第二大政党 是从1930年代的法西斯党派 直接衍生而来 至于大选刚落幕的荷兰 即右派自由党甚至取得了 最大党地位 因而加入荷兰的执政联盟 荷兰执政联盟立即表态 将退出欧盟难民和移民政策 同时对移民和外国学生 设下诸多限制 扎卡利亚表示 全球唯一没有右翼民粹党派的 富有国家就是日本 扎卡利亚也提到 美国政治已打破就有模式 以往美国经济越好 选民对在位总统的满意度也越高 但十多年前 在查党未为一股足以左右政局的 政治力量的同时 这惯例却显然被颠覆了 政治不再是左派右派二员对立 而是开放相对于封闭 扎卡利亚认为共和党内部重斥一种背叛的论述 认为美国之所以变成今日的模样 都是因为精英分子和国家领导人全是骗子 至今仍有約三分之一 也就是8500萬的美國選民 仍舊相信2020年的大選 是被拜登投走了 是他們的方法說 我們不只會玩你的遊戲 我們不想把你的故事 我們不想把你的故事 我們不想要把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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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挑戰 在一時當時有名的汽車 這汽車有名的名字 在美國的名字 Frank Sinatra rode這汽車 Lucille Ball Walt Disney 這就是這汽車的汽車 這就是這汽車的汽車 這就是汽車的汽車 我們在汽車的汽車 我們在汽車的汽車 這就是一天 一天的汽車 這就是一天的汽車 這就是汽車的汽車 我們是在這次汽車 在1940年 這次汽車的汽車 我們讓人們感受到 既然是最好的既然 既然是最好的既然 你站在這位置 在這位置的位置 20thCC Limited 是世界最名的汽車 不是一名的 是一名的 他們給了它 他們的汽車 這次汽車 他們想出現 1902 他們想出現 最好的既然 這次汽車 是一名的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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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大概到了17、18歲去整形 已經成了他們的成年力 韓國人把這個東西當成美容產業 甚至有一段時間當成一個他很好的增加GDP 而且可以對外賺錢觀光的產業 卻不知道同時正在掏空他的醫療整個體系 所以韓國醫生嚴重的不足 不只是因為COVID 更因為整個醫美的關係 而COVID之後更多的醫護人員出走 因此韓國的總統醫學院政府決定擴大醫學院的招聘 這激怒了所有韓國的醫生 還有包括很多的大學教授 抗爭已經從二月持續到現在四個月左右 目前為止不止沒有趨緩還擴大 一些地位崇高的醫學院教授 有將近52%左右的醫學院教授 加入無限期的霸診 他說我只看那些重症跟罕見疾病的患者 其他通通都霸診 韓國政府有它的因應的措施 但這個事情對許多人來說 就是一個政府長期忽略這個現象 會造成醫生人員嚴重不足 因為人在資本趨利之下 你很難叫一個人他擔任重症科的醫生 而他的薪水只有很簡單的醫美薪水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可能只有五分之一 台灣的健保1994年通過1995年開始實施 我們重症科一剛開始的時候的幾乎 就少到你難以想像 而大多數的醫美的醫生 他們的收入都比那些開心臟 患肝的那些醫生的薪水來得高非常的多 在這樣一個狀況裡頭 台灣也早就出現了很多醫生 他選擇趨利的去走入醫美這個行業 而後來台大很多屆的畢業生裡頭 第一名第二名選擇的常常就是整形科 或者是眼科或者是皮膚科等等 重症科就越來越沒有成績特別好的學生去擔任 成績特別好未必是最好的醫生了 這句話我要保留 但某一個大的趨勢就是說 韓國所發生的事情不是離台灣那麼遠 那不是一個遠在首爾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醫療跟醫護人員的不足 我們的整個重症科的給付長年的被忽略 而願意給付的都是一些有症傷勾結的 像洗腎等這一些類型的行業 它其實一定會造成很多醫生 在年輕醫生裡頭進入重症科的他們的意願 所以韓國所發生的事情 台灣一定要好好地參考 或許我們的政府看到韓國的例子就不敢擴大 醫學院的招生頂多是擴大後醫學系的招生 但是整個韓國現在欠缺醫生的狀況 在台灣未必不會出現 這是一場累積許久 一個由美變成悲劇的故事 醫美大國加上新冠病毒 使韓國醫護人員短缺 韓國總統隐席院決定擴大醫學院招生 不料引發醫界反彈 自2月20日以來 韓國住院及實習醫生的罷工已四個月 不只尚未落幕 6月17日起包含首區移植的 首爾大學四大附屬醫院的 529名教授醫生也加入 佔了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這個事件離我們並不遙遠 看在台灣台大醫院院長 吳明賢言里 他是台灣的鏡子 台灣自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 重症科幾副過少 台灣各大學醫學院數十年來 出色的學生也越來越多 投入整形外科或皮膚科 他們的收入是一個開刀心臟 或活體患肝醫生的5到10倍 而在韓國 整形已是18歲以上南海女孩的成年裡 所謂整形一條街 如南北雜貨店 滿滿盤踞首爾及各大城市的中心 根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的調查 以2020年的情況 實習和住院醫生的年薪分別是 6882萬和7280萬韓元 相當於台幣的160萬和170萬 醫療專科之間也有明顯的社經地位階級 而韓國政府不針對核心的問題處理 卻以擴招為改革方案 只會使得醫療資源不足 醫療品質下降 而留守在這些醫療領域的薪資所得 也一直停留在低水平 這場醫改之爭 改错了方向 四个月来没有结束 且更加扩大 但韩国政府不愿收回 医改方案 国务总理韩德珠 因应扩大的罢工 只是针对重症疾病患者 才轮流值班制 首都圈中青道 全罗道 庆尚道四个地区的医疗机构 制定排班计划 确保各地区每天 有一家机构负责夜间 和公休日的急诊 他的说法再次激怒 更多的医疗人士 2月18日 有4万名的医生 顶着酷暑 在首尔如遗岛 向政府表达不满 全国的解원医 和奉执医 医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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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机关寄出公权力 警告大韩医协 不排除执行变更负责人 或解散法人命令 同时也对参与停诊的医生 下达开工命令 严惩违反医疗法等相关人员 另外政府也委托公平交易文员会 针对教唆参与非法停诊的举动 进行调查 自2月20日 韩国住院和实习医生 发动全国辞职抗疫以来 韩国医疗体系一直处在崩溃边缘 尽管韩国政府软硬兼施 以加薪调整公事待遇 甚至检警搜索 威胁吊销行医执照等手段 试图劝退 但仍有1万名以上超过91.6%的住院医师 拒绝返回工作岗位 韩国总统 影习院本打算依此案挽救他低迷的民调 韩国的最新民调也显示 支持政府的超过支持一届 近八成的韩国民众反对医生罢工 但这不是选举比赛 韩国总统赢了吗 医生在挫折之余 可以中而妥协 把自己变成医美减肥高收入的一环 不需留守曾经全力以赴 不以金钱为主要人生目标的医学领域 他们可以用脚出走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 对韩国医疗抗争事件有感而发 不是没有道理 2024年4月 台大医院招募儿科住院医师 13名缺额 结果只有6人报名 反倒是整形外科 眼科皮肤科等五官科 可以开业又不用值班 成为医学系学生的优先选择 救命和救仇的差别待去 若不能改善 台湾恐怕未来也要步上 韩国医界的后尘 黄文勋的NVIDIA回答 在本周的时候一度登上了 全球跟全美市值的第一大公司 当时华尔街开始有人讨论 这是不是股价过高 人们说它会不会像 当时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钱摩斯所领导的Cisco 在本周NVIDIA最终跌幅了4.03% 在周四周五的时候 股价跌了4.03% 蒸发了2000亿美元左右 华尔街有的人看多 回答的分析师认为 这个NVIDIA还有50%的上涨空间 也就是值一升额 买进也有 但是Bloomberg认为 对股市宠儿NVIDIA的获利成长前景 Sellerman Investment 最近几周一直在减持NVIDIA 就是它在抛售NVIDIA 这是Bloomberg的报道 另外NVIDIA的市值 明年预期收入的20倍 从历史上来看 Baron杂志认为 对未来股票的回报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 所以各自有不同的报道 但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Cisco Cisco在很多人忘记了 在网络泡沫化时间之前 它也是像NVIDIA 如此这么高的一个涨幅 那当时钱波斯所领导的Cisco 最后是泡沫化掉了 而且波斯认为NVIDIA的形势 和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并不一样 因为它是有实质收入的 跟Internet的情况 只是一个看好未来的 比较空的幻想的状况 并不相同 所以就各自有买进 也有认为它过高 认为它应该被卖出的不同消息 谢谢收看今天文签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五晚上十点钟 文签的世界财经周报 进行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的特别报道 我们下礼拜五晚上十点钟见 拜拜 我们下礼拜五晚上十点钟 我们下礼拜五晚上十点钟 我们下礼拜五晚上十点钟